两位男士自报一下家门吧 先说姓名 年龄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来自山东 我叫樊叶平 今年56岁 我叫朱平安 来自上海浦东 今年68岁 爸爸是56 老公是68 小敏确实找了个笔字 一旦有34岁 那讲讲吧 当时怎么就遇到了 你这个贵人了 认识是从一部手机 然后我刚买了一部手机 然后那个在公司里 正很得意的正在玩 然后他就走过来 给我撞碎了 然后我当时看 我那手机摔碎了 我那心疼近了 因为当时那手机也不便宜 然后我就骂他了 指着他我就说 我说你眼瞎 你走路不着眼哪 都不看哪 因为我当时确实是看到 我那手机都碎了心疼 那他一骂吧 我当时妈也说话 说妈晕了 妈晕了 我想这个小姑娘这么厉害 骂完他之后 然后因为在场有很多人 都出来了 然后我一看 我老板脸都绿了 然后我就知道坏了 肯定是 老板的朋友 老板的朋友 然后我当时想着 其实还是后怕的 想着骂都骂完了 无所谓了 反正大不了辞职呗 然后他就跟我老板说 没事的 他说确实是他不小心撞了我 然后就是反应都是正常的 赔了吗这手机 赔了 赔了 那怎么就变成了男女朋友了 后来了解之后 我觉得他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偶像 然后因为他专业性特别强 包括我们老板 包括身边所有就是来公司业务的 一提起他都觉得 就是特牛的一个人当时 经常有业务往来嘛 然后就是日久深情 我对他崇拜 他觉得我这性格可能 我想觉得今天你站在这儿 你老公看你满眼都崇拜 哎呦就那眼睛就拔不出来 你到现在冲在前头 像一个那个打钱阵子 感觉像是那个董事长 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CEO 对对对 对吧 女儿当时和现在老公 谈恋爱这事跟您汇报了吗 嗯 没有 后期才知道的 就领个证才跟您说的 对 就爸爸当时知道的情况 什么心情 心情是绝对不能好的 因为是自己的孩子 自己知道吧 任性 我说老公你自己选择的路 你自己可以走吧 嗯 你既然这样了 我祝福你们嘛 没有办法是不是啊 就这样就慢慢地接受了 那当时这个杜先生 你上门提亲了吗 人家山东可抢就这些了 当然去了 你确实是有点忐忑 说实话有点担心的 然后我老公 其实我准备了 准备了多少菜铃 准备了68万 那不少了吧 嗯 韩先生 我想那个原因是架的 不是卖的 对对对 但是是一份心意嘛 不能他商品把它卖掉吧 对 然后我爸就没要 没要 对不光没要还给了他钱 什么情况 因为见面礼嘛 按照我们当时的 就是我们的丰富 当小辈儿给你个 对对对 对对 见面礼 对 按照这同意的礼节 你接待 我爸在我们市里面 唯一一家最好的 五星级宾馆 然后请他吃一顿饭 然后我记得 当时我爸还说 给那个酒店经理说 说花多少钱都没事 然后就按照 那个上海人 那个口味 来去准备 然后那个 那顿饭是我吃的 在我们老家吃的 最贵的一顿饭 花了八千多块钱 就怕你受委屈 对对对 你就没有想想 要不然谈谈恋爱嘛 也就对吧 毕竟差这么多 顶这么大的压力 其实在我们领证的之前 然后其实我老公就 就出事情了 然后对 因为他当时教育不慎 然后再加上 那个自己投资失利 损失了大概上千万吧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当时他就 给我发了一些信息 就说 他就说明啊 他就说我没这个福分 然后你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 祝你幸福 反正就说了这些话 破产了 对破产了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我说没事的 钱没有我们可以一起挣 但是 我说大不了我养你 我说别的我保证不了 我说 我能保证你每天 有包烟囱 我一说这话 他就哭了 然后我觉得 我一个偶像 我心目中的偶像 在我心中哭了 我接受不了 我觉得我要拯救他 然后我就是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的 带着他去扯政了 我要救他 我觉得 你是挺有男子汉气魄的 我都不觉得 是吧 就像英雄救美一样 不行 我的喜爱的喜欢的人 他落魄了 我就得帮他撑起一片天 对 然后就是那 那小姑娘 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然后我就 我们从市区 就搬到了郊区 对 感谢观看